它是這個Spec 相對於前面 它是relative的 然後向上-1 Suber就向上-1 sub就向下-1 left就向左-1 right的話是向右-1 所以我訂閱了幾個class 它的position是relative 就是相對於我們前面的那些文字 然後它的位置是相對的 是relative的位置 relative位置是向上下左右各-1 所以EX的這個大小 我們說EXEM的那個大小 有興趣可以看看前面的那個那張頭影片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有絕對的位置 有相對的位置 那這個主要在CSM也是都會常用到的 那背景的話 那背景的話常常會用到的一些 這個是技巧 我只要用到背景的話 如果你的背景是 是 一致的話 很多東西是重複的話 其實有的時候如果圖形很大 你不用傳整張圖來 是可以某些部分再做重複用的 所以這個在動畫裡面是經常在使用 在動畫或遊戲裡面 有的時候你看到 有很漂亮的圖 那其實它不是把一大張圖傳過來的 傳到你的這個電腦來 它是怎麼樣 它是傳一小張 然後呢再重複 重複再變成一個 或者是一大張圖裡面呢 它裡面好多個 就是等於20張30張50張不同的小圖 然後呢你要用到這個時候 它把這一小塊拿出來重複 重複再很多次 所以這個都是在做遊戲的時候 或者是動畫的時候 常用到的一些技巧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會看到 通常會有一個參數 叫repeat 或是no repeat 就是要重複或者是不重複 呃 我們還是直接看看例子 好了 因為這邊真是非常的 好 那這裡呢 這裡是一個背景 這裡它是一個背景圖 那這個背景圖 實際上有個image要擺在 擺在這個右下角 那 那如果你看到這邊文字的話 這個文字裡面 這一塊它用到 用文字裡面中間這一塊 它用到一個class叫dark 那 然後有一個背景圖在那裡 那我們去看看 那背景圖怎麼設定呢 它在body的這個部分 設定它的background 所以background image 是在這裡 然後background position background repeat 是no repeat background attachment 是fixed 那background color呢 是特別的這個顏色 就看一下要取什麼樣的顏色 所以這邊 這邊 這裡 這整個body 這個整個body 就是我網頁裡面的 有head的body 我網頁要呈現的這個部分的底色 還有我要加什麼樣的一個影像在那裡 我剛才說 如果我們要把輔大的笑灰 加在右下角 輔大的什麼樣的 有沒有笑色 什麼顏色 當作這個底色 那就這樣做 然後 這就是 我對每一頁的這個body的地方呢 它的image 放在這裡 然後它的 就write write 然後不要repeat 然後呢 write button 不要repeat 然後 這個背景顏色 設定好 OK了 那剛剛還有看到一個 Dark的class Dark class 就是變成bold 就是用在這裡 所以這是一個大class 那整個的body的background呢 用 用 用這個body的attribute 對不起 body的這個 用body這個selector 然後這個background image的這一個property 然後加上它的value property value 都是property value 都是 有的時候我們又是叫做name value 就是一個變數還有它的值 它的變數還有值 那現在我們為了要呈現 所以我們就說它的這個 property跟value 的這個 好那再下來一個是 呃 下來這個就跟layout有關了啦 那這個 layout其實又是一個另外一個 蠻 蠻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 什麼叫layout layout就是 我要規劃 我要規劃我的那個 這塊D要怎麼用 那 如果他學數位邏輯的課 或是電路學的話 那都會談到layout 或晶片 那都是layout 就是說 我這些原件要在上面怎麼擺 或者是我有這塊D 我要種菜 我要怎麼樣來規劃 我要設計一個花園 景觀系 那我要怎麼樣來做layout 那同樣的我們要設計一個螢幕 我們這個 要一個windows裡面的這些內容 那我們要怎麼樣來 來規劃 它的這個 整個layout 整個長相怎麼樣 像 像如果用java的話呢 就好多個layout grid layout Java的那個 AWT 或者是那個 Swing 你們有沒有學AWT或Swing 在那個Java裡面 Java裡面有沒有寫到window Java程式有沒有寫到window 有 就AWT Abitrack window toolkit 或者是Swing 大概就這兩種 那這兩種裡面它都有layout 就都有 你要選擇什麼樣的layout 你要選這個像grid layout 或各種不同的這個 或flow layout 像我們今天就會談到flow 那 那Java寫的是你一個程式 你的window裡面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談它一樣的 類似 就瀏覽器這個裡面 你要怎麼樣做 所以我說一樣東西 你用在所有的地方 那概念上都是一樣的 好 那這邊這個layout 你看看它這邊事實上 就是三個paragraph 同樣也是幾個paragraph 就是division 那文字 就是三段文字 那這邊是這個文字 它 它是佔多少 它很像佔到螢幕的 其實這裡 它事實上在文字學來說明 這一塊 它佔螢幕的五分之一 所以這一塊文字 這一塊部分 那螢幕的這個 你window開多大 那它隨著它 它就佔五分之一 那這個當然是 relative relative to window window size 它不是絕對的 所以它的這個寬度 那 那這邊這個 這塊文字呢 那它是 佔五分之四 佔百分 所以這個佔二十percent 這佔八十percent 那這段文字 它又有點不太一樣 這段文字 它是 它這段文字它是靠左 靠左的 這段文字是 至中的 就是說 這個 你在word裡面 這一段文字 你是要 中間 都靠中間 左右留 留邊 左右留margin 這段文字是center的 中文 那這一段文字呢 它也是 二十percent 它也是在螢幕的 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 然後 然後 然後這個 寬度是固定的 但是它擺不下 擺不下 最後呢 它高度呢 是可以 加上 有一個scroll bar 有一個這個 所以 大概 產生這種效果 那這種效果 就是 我排列這三段文字 有這種效果的話 那怎麼樣來做 它是大概怎麼做 所以我們看它的 它的 最第一 第一段 我們先看看 呃 第一段是其實效果最簡單的 這 最第一個 所以這裡面三個division 它不是三個paragraph 我說division我們會常常用的 division是一個很好的 這個 等於三個區塊 三個 呃 HM file裡面就會 就會用 就是這三個division 那第二個division呢 它的width是 20% 所以 所以上面這個 第一個 那下面的 這個width呢 是80% 那 然後 text的line 是center 所以 這個效果 所以這個 直接只有在division後面的屬性裡面 加上它的這個 呃 width 跟 跟它的那個 呃 呃 要向中對齊 對 只是加了這兩個而已 那後面那個呢 後面這個 後面這個 我試看得到就很厲害 我都看不見 我這麼近都看不清楚 這個 後面 後面這個這個配色 這個 那基本的概念就是 就是達成這個效果 哈 OK 回去回去看 印出來會比較清楚一點 哈 OK 這配色的問題 對 顏色 顏色搞的這個 呃 那這有division哈 那division裡面 它加上背景顏色 margin 8 還有這個 foundfamily 所以對這個division裡面 當然這個style裡面 有加上一個特別的css 我看 它的高度是 這邊是這邊是 我看這個說明就清楚 看這個還是看不太清楚哈 但是這個高度是150個point 哈 然後這個 scroll哈 如果overflow就會scroll哈 結果如果overflow的話 就是往下scroll哈 所以這個 這個 我想讓大家了解這個概念 那這是一個layout 就是 percentage 百分比的話就是一個相對的 相對的一個layout 下面box model哈 這個media type 然後 box model 我們可能不太有時間談完 我們還剩兩個topic 好 先跟大家 先看一下 現在又快下課了 一個是box model box model的話就是 這個概念我們可以談 這個很重要哈 就是我一個箱子裡面 我要包東西 包個內容 那盒子是在這裡 盒子它有寬度 那叫border 是box 我們在 網路上面呈現 在螢幕上呈現的時候 很多時候是一個box 所以box model概念很重要 外面有箱子 然後這裡面有內容 箱子跟內容中間的這個叫做padding 就是加 我加上一些泡棉 那叫padding 內容是content 然後有padding 然後再次 再次 我本身那個 盒子的寬度 一個box 那是邊界的寬度 所以 有個表格 那有border 然後呢 你這個box 跟我隔壁 我隔壁也有內容 上下左右 上下左右的隔壁 隔壁都會有 鄰居都可能有內容 那你跟隔壁的上下左右的那個中間的那個空間呢 叫做margin 叫做margin 所以這幾個字要記住 不一樣 因為這幾個都可以設定 有的時候都需要設定 那 那這個 所以 所以 這邊這個叫做content的邊緣 content的 那這就是這個叫padding的邊緣 這叫border的邊緣 這叫margin的邊緣 但 那基本上的概念就是 內容的外面是padding 我一個 我裝一個東西裝箱 外面 是 因為這幾個寬度 高度 就是它的寬度大小 我都要設定 所以 所以這個 外面是padding 但是它還是裝在盒子裡面 padding還是在我的那個 那個 像 其實這個東西在HML裡面的table 也都有這些設定 但是 但是我們現在 在CSA裡面這個很重要 它這個叫做一個box model 就這個 盒裝 然後 那從我這個盒子 跟外面另外一個盒子 中間的這個間隔 叫做margin margin border padding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來看 那知道這個 那其他就都沒有問題了 OK